在最近全红禅在回国后再次受到利好 这个好消息或许会让何威一笑开花 但这也意味着陈若琳会觉得很无奈 那么全红禅的这个好消息又是什么呢 全红禅在之前的布达佩斯市井赛中 成功凭借出色成绩 拿到了二金一赢 并再次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而他在回国之后也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全国锦标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全红禅将会在今年完成第三次跳水比赛 而与此同时 全红禅也会重新回到省队进行训练 这也就意味着全红禅接下来会和何威一搭档 有了何威一的指教 相信全红禅一定会克服掉在 207C动作上失误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要说何威一会笑开花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要说陈若琳很无奈呢 其实大家从全红禅目前的状态中 就可以看出来 自从全红禅凭借出色的实力 在冬奥以及全运会上拿到冠军后 他的经典成名动作就是207C 但自从进入了国家队 陈若琳当上他的教练开始比赛后 全红禅在这个动作上出现了失误 在队内催验中也发生失误输给了陈玉希 在这次市井赛中又因为这个动作输给陈玉希 遗憾丢尽拿到银牌 由此可见 虽然全红禅在运动人时期是王者般的存在 但在指教上并没有很明显的帮到全红禅 这也是为什么要说他无奈的原因 而全红禅如果能重新回到省队 何威一会针对全红禅的身体情况做出解决的方式 能让全红禅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同时避免腰上的上市 将207C的动作完成到最好 举行全国锦标赛这个消息 对于全红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在全红禅回国之后 再次进行训练 对自己的上市也是一个很好的疗愈时机 目前全红禅正在突破自己的发育难关 跳水这个项目和身体状态和体重息息相关 身材和体重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都会影响最终的比赛效果 历来的所有跳水运动员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全红禅在14岁时便赶上了东京奥运会 当时的他也还没有遇到发育难关 一旦冬奥延期 全红禅便会成为下一个张佳琪 而张佳琪也是在2016年奥运会遇到了年龄关 在冬奥又遇到了发育关 最佳的巅峰期已经被浪费 现在也有些黯淡无光了 而全红禅目前也到了发育关 比赛对于全红禅来说十分重要 这个坎如果不能迈过去 就会面临提前退役的可能 而在迈过去之后 就会是下一个陈若琳或是郭晶晶 因此全国锦标赛对全红禅来说格外重要 在早前对于全红禅在世锦赛中 207C动作失误时 何维依旧曾说过这个问题 表明了全红禅目前伤势在身 加上这个动作 对身体要求极为高 身体状态跟不上动作才会造成失误 需要后期不断调整 因此这也成为了全红禅或重新回到省队训练的一个契机 作为全红禅的恩师 何维依最清楚全红禅的身体状态 因此如果能回到省队重新训练 那么全红禅也会在有限的时间中突破发育大关 而全红禅的比赛机会还有很多 在明年会有杭州亚运会等项目 同时又在巴黎奥运会的准备周期间 相信全红禅能在这段时间中 配合何维依突破自己的发育关 成为下一个跳鼠皇后 那么大家认为全红禅能在下一次的锦标赛 或者是杭州亚运会中 重新用这个动作拿到冠军 突破自己的发育关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中讨论和发言 我们下期再见